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到重庆南白 我是王重庆 今天邀请到海内外华人世界是重量级的媒体高层 他是刘兰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是 刘博士我们看到国民党整个选举过程里面 似乎很多人在这里是费心又费力 而且这次达到空前难得的整合 可是很多人选完之后 事实上是受了很多伤 包含侯友宜自己 也甚至包含赵少康 还有马英九 王金平都如此 可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 似乎自己是完全没什么责任 这个人就是朱立伦 他不但没责任 他自己的派系还壮大 现在国民党里面大家仔细看看 谁的派系最强大 就只有朱立伦一家 其他马英九 王金平 连战 甚至黄金党部 所有原来的体系似乎都缩水 甚至说到只剩下各位数 乃至于只是一两位 这样一来 朱立伦是不是有意接着这次选举 来做一个自我壮大 把同党同志其他力量减除的动作 因为现在大家正在作战犯 而这个战犯难道就是派系最大的朱立伦吗 刘老师 是的 那么我们觉得在香港看这次大卫之战 就觉得这个朱立伦还是他过去的一贯的作风 就所谓的精算 精算他不是精算国民党的利益 而是精算他个人及其他们的派系的利益 也就是说精算朱家军的利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家都很清晰 就是朱立伦他其实也没有引会 他的路线就是亲美的路线 那么他去美国去了好几趟 但是从来也不见他到大陆或者到我们香港来走一走 那么这个政治取向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朱立伦在这次大卫之战 我们也没看到他为侯潘佩怎么卖力的去造势 总之基本上好像看着他就躲起来的 无声无息 包括金小刀也是没有什么声音 原来也是寄予很重要的期望 只是看到金小刀在这个胡友宜的防止问题 那时候出来说了一次话 那么朱立伦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独立的出来的说话 那么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觉得 现在在这次大卫之中 朱立伦到底他想的是什么 他想的是如果胡康佩能赢 他能够拿个行政院长 如果输了他恐怕还是要保住 这个国民党主席这个职位 是他很重要的考虑 而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也有声音要求朱立伦辞职 包括张亚中等等 但是还有立委王洪威也是为他保驾护航 就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立法院的龙头位置 所以现在去辞职是不合适的 我相信在目前的形势下朱立伦辞职的机会是很微很微的 那我们看到朱立伦他在整个选举过程里面显然 做了一个奇特的动作就是他把资源放在立法委员这边 而所谓的大卫之选这边他就好像完全没什么他的事 甚至意思是就交给金普冲跟侯友宜 还有赵少康 以至于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选举都非常古怪 例如我们就可以举嘉义士 嘉义士整个总人口数就是26万 那他们的实质的投票数往往是在大约15万左右 这15万票里面如果以蓝绿的对决来说 这一次那么我们看到他的立法委员代表是张秀华 他拿了6万7千票 那么整个嘉义士也就只有一席的立委 照理说按照原来的原理呢 这一席立委所拿的票和大卫之选的侯友宜 他的票数不至于相差太大 应该是1比1 另外还有一个是政党票 然后我们却看到啊 政党票也差不多是6万多票 却在侯友宜的票上面呢只剩4万5千票 可是呢嘉义士的执政呢 是当过副主席也当过代理主席的黄敏慧 那么不太可能啊 在这个动作上黄敏慧呢 会刻意去扯侯友宜的后腿 那我们显然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立委那边呢 他获得了资源 可是在大卫的参选这边呢 他是缺乏资源的 所谓资源大家明白啊 就是各种可以兑换成物资 或者是变成造势晚会上的使用 乃至于啊 是民众可能直接可以享受到的 这个物质资源的任何种形式都算 那么光是一个嘉义士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更遑论在其他部分 会不会朱立伦呢 借用整个党中的力量呢 只刻意的放在他所谓他自己要负责 以及所要保护的立委席次 却在侯友宜这边呢 他就刻意的做省略呢 刘老师 是的 那么我们在香港就觉得实际上 我们都很怀疑 朱立伦其实他就已经认为 大卫之战其实是胜算的机会是很低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在这上面处理 而且呢就把主要的力量就放在这个 刚才欧老师所说的这个立委上面 所以呢就造成了整个这个 侯友宜得票啊 这个比这个国民党的政党票 得票还要少啊 这样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其实其他阵营和往年呢 都是应该来说啊 这个大卫得票要比政党的得票要多的 但是偏偏在侯友宜身上就出现了一个逆反的现象 所以我们估计这也是与这个朱立伦的这种指挥 有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样说好了啊 朱立伦显来的一开始就已经别有所图 使得他自己的可以被保下来 到时候呢 如果出状况的话 那一切都是侯友宜 甚至是金木冲跟赵绍康的责任 我们能这样说吗 李老师 我觉得应该这次非常非常合乎逻辑 而且也合乎现实的一种判断 是难怪陈文倩啊 在他的文献世界周报里面啊 为什么朱立伦会要去听 他以前向来关系不良好的金普聪的所有判断 这时代他还不合逻辑了 因为如果他听所谓金普聪的想法的话 会有利于他的朱细 看起来这里面真的是另类的鬼影重重 感谢刘爱上的刘博士 谢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 MING PAO TORONTO 字幕 李宗盛